強敵當前無謂不懼 Hello 大家好 我是華哥 本期視頻的主角是 走位銷魂槍法如神的任彥花 這是一期十分精彩刺激的戰神局 任彥花帶領俱樂部成員熊霸海盜 1號張獅豪更是白板戰神 還在58位 目前位置兒城車庫 剛進立場戰鬥更換載具 正駕駛環境馬殺 離開時突然前方傳來車身 任彥花一個掉頭挽回 走不掉1號碳 就算為火的牙齒瞬間倒立 見事不妙左轉 緊急前車3號牙皮 提前在山坡找找朝下 跟槍掃射也是擊倒一個敵人 但是對方火力兇猛 隨後被放倒 任彥花躲進防區 敵人剩餘的組不確定 也不敢主動出擊 利用僅有的時間先去救隊友 但是馬路對面的敵人 一直在干擾 無法進行更有效的救援 而且隊友的位置並不是很立像 此時敵人已經滿血復活 壓過來了 此地歸血流 隨後退到防區二樓 一個合格戰神 玩家必須做到利用優勢進行防打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剛好逮住一個江崎擊打 一下子打出了優勢 隊友給到信息 敵人還有一個 已經來到近點 一顆玉胖雷干擾對方 目前明確對方勒受 也是到第2個的狀態 就看任彥花如何應對 是直接抓住機會一舉拿下之隊 還是先救隊友呢 看來隊友情才是重中之重 一顆玉胖雷分住前方來路 此時1號血量 馬上掉完必須先去救打 雷聲響起救援失敗 敵人馬上攻過來 任彥花抓住機會 半倒一個打開突破口 一股做起前壓 將其補掉 千鈞一髮自己 廁所裏面的敵人大跳出來 再次擊倒一個 想必最後的敵人 也是瑟瑟發動 一番槍對著門狂掃 但是不在門後 馬上後退 如法拋著敵人一個大跳出來 撞到槍口淘汰對方 這波貼臉極限操作 掌握三人 又沒有十分精彩 但是這只是開頭 接下來的戰鬥 更加驚心動魄 再來看這一波遭遇戰 任彥花帶領隊友來到 S城附近房區 近點聽到腳步聲 敵人也是馬上 捏響一顆雷 任彥花隨後跟上一顆瞬爆雷 就看誰能精準投放 雅皮在樓下卡點 隨時準備進攻 看來對方是被嚇壞了 雷並沒有丟出 雅皮翻進房區 一頓激烈交火 犯倒敵人 任彥花也是叫大隊友 不要將其淘汰 等著犯長線 釣大魚 剩餘敵人的位置 毫無疑問就在馬路對面的房區 任彥花趴下 靜靜等待大魚上鉤 似乎一切竟在掌握之中 但是接下來隊友的操作有點魯莽 明白敵人的下一步行動 封煙推進 缺少一個架強 為任彥花會十分被動 就看對方的推進速度了 有沒有機會把雅皮救起 馬路上第一個煙霧起來了 給刀的救援時間不多 如果對方還有三人全部攻過來 任彥花勝率不大 一顆玉碰雷試圖拖延進攻節奏 這次雅皮也爬到境點 看來又希望載了一隻高手的對決 這裡講個小技巧 像這種煙霧掩護 如果另一側是安全的 千萬不要從煙霧中間穿過 這樣更容易暴露自己 而是走煙霧邊緣 接下來敵人的操作就是高手的意思 仔細聽 腳步越來越近 任彥花一顆順暴雷準備結合 雅皮也是送出燃燒皮一個 隨後任彥花向左推進 第四天採取先發指能 前方卡腳卡點一個 狗渣提前槍壓制 由於準心沒能及時刻上 差點被發傷 好在有廢車作為引體 給了喘息的機會 下一秒又是燃燒皮 對過來本以為兇多吉少 但是還有一席安全之地 抓緊時間補充狀態 就在剛才的一瞬間 雅皮使用燃燒瓶燒到一個 任彥花狀態回滿 隨後一個細節煙霧 為之後戰鬥提供掩護 機能再次突典 提前槍壓制 一個向左大跳 放倒對方 但是另一個火力 即時跟上 瞬間被打殘